公司的内部情况 我也不是很了解 但现在是敏感事情 你得小心点 没事的 我会打探清楚的情况 要不还是算了吧 可以的 可以 真的吗 真的好想吃 但是 我要见 但是 你好 请问你找谁 我是你们龚总的厨师 他说天气有点热 让我给大家送点自制的芒果布丁 请问茶水尖在哪儿 龚总让你 给我们送 芒果布丁 谢谢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好吃好吃 看你这么年轻 真的是龚总的厨师啊 龚总在家什么呀 也那么恐怖吗 石小姐 龚总怎么会突然让你送 芒果布丁过来啊 可能是他吃过一次 觉得还不错 而且今天天气太热了 就让我多做了一些 给大家尝尝 真的 当然了 什么天热啊 这不都是芒的吗 你看这熬一熬的 如果只是工作量大也就算了 龚总现在动不动地就发脾气 真的好恐怖啊 龚总最近火气是大了点 他在家也这样 是吗 龚总在家里心情也不好 他在家呀 总骂我们 还说东西 我就说嘛 龚总不是针对你的 就是就是 别难过 爱一刚成立的时候 我就在了 也算是个老人了 没想到 还会因为说是会议室被骂 更别说 设计部的元老 王若森师傅了 这几天 也嚷嚷着受不了龚总的气 要回家养老 真的假的 怎么样啊 是不是怨念很重啊 没想到 没想到 连初代的设计师都想辞职 我觉得咱们想修好这个 有点难了 这回小老板又要熬夜找人事不谈话 又有东西要碎一地了 所以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帮咱修了 去试试吧 但是石小姐 你可千万的一小心 最近小老板的心情差到爆表了 千万不要越休越早 不然咱俩都完蛋 那总得试试啊 要不然你说这 多可惜啊 对 对 不然叫我来 孙芝 孙芝 孙芝可以 你得一个一个来的 可以一个一个来 咱们一个一个来 咱们一个一个来 没空一起来吧 你们师傅 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帮什么 没空没空没空 孙芝行吧 对 孙芝 这么急着要辞职 难道答应我要做的模型 都不管了 小念 你也在这儿 孔芝竟然放你出来 几位可是答应过我 要做出最完美的二代机模型 我等了这么久都没有消息 没办法 这才找上门来 怎么 孔芝欺负你们了 你们跟我说 我帮你们去训他 亲子小姐啊 这里的事 按说跟你没关系 可既然您来了 我们也不希望 您认为我们是实性于人 可 孔总他实在太无理了 我们都是人哪 不是机器 就算是机器 也有停机加油的时间啊 就是啊 我们这些人 已经很用心地在工作了 可真扛不住 孔总的各种要求 得嘞 算我们误弄 您哪 也不用替孔总解释 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我没有要替他解释 他有时候确实很无理 很霸道 很不可理喻 对吧 嗯 但是 几位 这个项目是大家 从一开始一直做到现在的 难道你们对恩义自己产出的手机 没有感情吗 这些产品 不仅仅是大家的作品 更是心血啊 对不对 是 金字小姐 您和两位老总是朋友 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 可以进行交流 我们不行啊 我们实在是伺候不了了 等一下大家 我是公屋的私人秘书 他派我来的 他说你们有任何要求 都可以跟我说 你们是有要求的吧 嗯 小念 他们的要求 跟我不一定会答应的 那我总得试试啊 要不然他们都走了 是小姐 要不算了吧 我试试吧 没关系 我会搞定的 几位 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 我来解释给大家 那边请 各位老师傅们 你们已经在恩义干了这么多年 都对恩义也有感情了 现在为什么要说走就走呢 我们没时间听你说这些 你一个小丫头 真当自己是什么人啊 大不了 我现在带大家一起去找公总辞职 别 对 我们在恩义干了这么多年 还头一次还上次骂 就算以前公屋在的时候 那对我们也是很客气很尊敬的嘛 就是 我想是不是王荣森王师傅 在见完公总之后 回来跟大家反应 说他是一个不听长辈劝告 乱发脾气乱追东西的混账小子 小姑娘 话可不能乱说 秦子姐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 一提到公欧就这么生气的原因了 为什么 你确定这个方法可行吗 且灵海虚寄灵人 死马全当不满意 也只能试试了 不过 你得帮我 配合我 拜托了 好 沐总 十滴小姐来了 已经在里面坐着了 我怎么懒都懒不住 知道了 好 学姐 我等您的那份风度报告 可是等了很久呢 想来您是贵人多旺事 我也只好又上门 亲自跟你要一次了 那我要是不给呢 前几天的那次会 想必学姐也记忆犹新吧 现在牧师倚仗的 还不是千初 我跟千初呢 也是为了姐姐好 想帮姐姐分担一下 姐姐要是不领情的话 只能要叔叔 亲自来跟你样了 何必进冻爸爸 我给你就是了 不打开看看吗 这是什么呀 千初没动手术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可以 果然你的底细经不起查 你的姐姐可以吃哑巴亏 可是我 就难说了 这代表不了什么 这 这是十两年读不乱画的 写不了任何问题 是吗 那就把千初和你姐姐 都叫回来 一起欣赏一下 这本漫画手稿 或许你姐姐 会有新的说法 或许千初 也会想起更多的事情 姐 我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做错了 但是 我爱千初 我对千初的爱 不比识小念少 你要怎样 你要怎样 才能不告诉千初 想要瞒住千初倒是不难 只要你表现好 一切都好说